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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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感謝神 因神十字架的保險的捷徑 使我們有今生的喜樂 有永生的盼望 我們現在也一起來讀經 也是牧師今天為我們傳講的信息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 事件和住在期間的都屬於耶和華 他把建立在海上 安定在大雪之上 誰能登陸和華山 誰能站在他身上 就是所謂的心情 不像是希望 其是不來不下的人 他必能永遠有其福 又能救他的神 他的誠意 這是尋求耶和華的根椎 是尋求耶和華的根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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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生們啊 你們要抬起頭來 容 curs的同學 他們還要抬起頭來 那容 curs的同學 勉強的禍序 你們要抬起頭來 容 curs的同學 又能消失 喊的 hurts 沒有華的根椎 因為人有精神 nor scary 一開始 但inho不說 他是荣耀要的王 我們現在把下面的時間交給莫斯 宋姊妹早 早 我們請來佳琪低頭 謝謝 現在在我們安全戰役的面前 我們要同來等候你自己的話語 也來思想解釋你自己的話語 但是主要我們知道我們都是渺小的 我們站在這裡說講你的道德人渺小 主要我們坐在這裡來聆聽你的道德人 也是渺小 所以我們需要聖靈的光照 聖靈的提醒 主要願你自己在我們當中 親自的來解明你自己的話語 主要尤其是今天我們要思想那榮耀的王的時候 主要那絕對不是我們這個渺小余作 如果淪弱的人所能夠講解明白 也不是我們所能夠完全了解 所以主願你親自地來向我們說 主要讓我們來敬畏 主要讓我們因為面對了一個時候 面對到榮耀的王的時候 主要我們就知道 主要我們應該如何的生活 主要我們求主帶領我們上來的世界 主要我們為今天在這裡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有不同的情況 有不同的需要 主要我們空靜地照顧在你的手中 主要就願你按住我們不同的需要 來幫助我們 來醫治我們 來改變我們 來撫摸安慰我們 來撫摸安慰我們 主要讓我們在這裡等候人的人 都有所得著 主啊 都認識你更多 阿明 謝天禱告 奉耶穌基督的聲明 阿明 今天要講的題目是 榮耀的王 剛才講過你讀詩篇 那時候詩篇 今天就有好幾次提到 因為我要選的是那位榮耀的王 那當我要決定 其實這個題目是我自己定的 這個聖牧師給我很大的自由 可以去選擇我要講的內容 但是當我想到 我覺得應該要講這個榮耀的王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我怎麼可能有資格 怎麼能夠把創造萬物主宰的 那個用指頭創造諸天的 又用他的大能拖住整個宇宙萬物的 那位主宰他的榮耀能夠講清楚的 那個絕對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不過我覺得我們總是應該盡我們所能夠理解的 那個範圍裡面 我們來思想 那為什麼呢 因為除非我們對於這位榮耀的王有某個 程度上的認識 我們才可以能夠教正 我們在人生裡面 種種的態度 我們不能夠離開神 來過我們那種熟齡的生活 那個是我們的一個標準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思想 人生態度的一個標準 我們認識神有多少 我們認識他的榮耀有多少 我們的生活的準確性就有多少 所以我是覺得還是 雖然我們是有限的 但是我覺得還是好好的來試試 另外的原因 就是說我用感覺 我不曉得大家你的感覺怎麼會這樣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我在教會裡面聽到很多敬拜 很多詩歌 唱得很好 很興奮 唱到上天的榮耀 是不是 很多 昨天我唱這個聚會 聚會完這時候 就全會眾都在唱 榮耀榮耀榮耀 榮耀最高神來說 他唱得很好 那但是呢 我就在想 我們基督徒唱這首歌的時候 神是榮耀的神的時候 那究竟我們在生活上 有多少人 真的看他是榮耀的神 這樣來尊重他 我很怕我們都聚會都成為習慣了 我很怕我們唱一首歌的時候 我們都成為習慣了 我們變得了好像 我們常講一句話 我不曉得是不是這樣 是口甜石滑 我講的國語清楚嗎 口甜 口是很甜的 石頭很滑 就是說唱得很好 唱得很好聽 但是心裡面 卻沒有以他是榮耀的神 那樣的來尊重他 當我們說他是榮耀的王的時候 我也提醒自己 我必須要很誠實的 真的在我的生活中 能夠遵他為王 我在跟你講啊 我不一定百分之百 做得到這樣的一種情況 因為我是很懦弱的描述的人 但是我必須要百分之百的 按照我的常識 來好好的遵他為王 那面對這兩個問題的時候 我必須要很誠實來面對 來解答些 對我自己的內心 有一個很好的答案 我覺得我才可以把道講好 那第一個我覺得 我覺得雖然我是邀請 雖然他是榮耀的王 我沒有辦法完全把他的榮耀 來表達去 但是我相信 他不但是那位榮耀的王 他也是會充滿了憐憫的神 聖靈也會幫助我們去了解 我覺得這是我能夠勇敢的 來思想這個題目的原因 是他有憐憫的神 他知道我們的本體 他知道我們只不過是塵土 當他呼召我的時候 他已經認識我 世界上沒有一個人 沒有一群人 可以把上帝的榮耀完全的表達去 但是我覺得 假如我們每一個人 聽個人講的人 我們都是常識的時候 總有某個程度上 我們能夠在他的光角下 得到提醒了 那另外我覺得 我們真的可以尊他為王 為什麼呢? 那不是勉強的 在我的內心裡面 確實 今天假如有位榮耀的王 成為我生命的主角的話 那是何等美好的事情 所以我們巴不得 我們能夠以他為王 我們巴不得 他在我的生命中來掌權 假如他是我的王的話 有誰可以欺負我們呢? 假如他是我跟王的時候 我們就不用懼怕各樣的危險 因為他是王 掌管外的 而他是我的王 所以基於這兩個原因 我們就好好的來思想 這篇聖經裡面 世人是如何的形容 他是王 榮耀的王 然後呢 我們來思想 究竟這個榮耀的王 他是因為怎麼樣的榮耀的王呢? 我相信你們所寫的字句 在這個範圍裡面 完全是我們所能夠了解的 我們不能夠完全了解上帝 但是這裡所描述的每一個意思 都是我們所能夠了解的 我們來看第一個地方 有一個地方 二十四章 我們先來讀第一節 再來讀第一節 這裡說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 世界和住在群間的 都屬耶和華 好 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 地跟其中所充滿的 世界和住在群間的 都屬耶和華 換句話說 這位榮耀的王 他是創造了這個世界的 是不是? 而且詩人特別說 所有的都要屬 都是屬於他 事實上是這樣 沒有一個人能夠創造這個世界 沒有 一個小花 一個小草 一粒小的菇種米飯 都不是人所能夠創造 空氣 這個 住在群間 在群間所充滿的 都屬耶和華 那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 怎麼來榮耀上帝 怎麼來榮耀這位榮耀之王呢? 我覺得 當我們領受各樣的東西的時候 呼吸一口的空氣 來領受一種的食物 假如我們都是很單純的 假如我們都是很單純的 全一個感恩的心 感謝天父 那就是幸福 這是榮耀祂 是不是? 我覺得世界上最美麗的一件事情 就是當一個人來領受飲食的時候 他會低頭 祷告 感謝 那是最美麗的一件事情 感恩 飲水 飲水思源 雖然呢 講這句話的人 他不一定是基督徒啊 假如他是基督徒 他是說飲水是神 他沒有神 所以只能夠說飲水思源 不過 這樣的一個思想 這樣的一個想法 是最捷徑上帝的一個想法 今天很多人 飲水不思源 是不是? 以為自己不錯 是應得的 應得的 所以一拿起就喝 拿起就吃 好像豬一樣 豬你給牠 牠就吃了 牠不會禱告 是不是? 牠不會禱 那動物也不是在那裡豬 所有的動物都不懂得禱告的 你看見一個 你的動物去禱告 你會覺得是妖怪 沒有 但上帝做人的時候 他敵人有神的觀念 不管你是最有智慧的科學家總統等等 或者說一個普通的 你去到非洲以前那些土人 部落的不穿衣服的那些土人 他都有神 這是神放在我們心裡面的 所有的世界上 其中所有的生物 只有人懂得去敬拜神 所以人是很懂得感恩的 就說你是看羅馬書第一章 那些不敬畏神的人 並不是他不知道有神 只是他們不當上帝 是上帝來敬畏祂而已 所以怎麼算是榮耀神呢 不一定唱得很大聲的 當我們領受饮食的時候 我們低頭感恩 那就是榮耀神 而且快喜快樂的感恩 你知道嗎 當我們煮了很多 我不懂煮菜啊 不過我想 假如有一個煮菜很好的人 他預備了一大一大做的很好的精心設計 精心烹飽的那一做的菜 讓人來享受的時候 你知道嗎 那個人啊 我想像啊 他一定會留心 每一個吃的人的態度 假如他越吃越歡喜的時候 那個做菜的人就越快樂 有種榮譽感 我不是說上帝是這樣 不過呢 這是最起碼的一種情況 就是他很在意 那些領受的人的那個感覺 我們快喜快樂 領受恩典 大家都快樂 因為他本來就是希望我們能夠快快樂的來生活 來領受恩典 我們快樂 他就快樂 好像孩子快樂 父母就快樂 是不是 通常都是這樣 嗯 你知道嗎 那個神 他 他創造我們的時候 是創造我們的舌頭啊 有 有味 味覺的 是不是啊 每個人啊 都舌頭都有味覺 沒有味覺的人呢 有沒有人沒有味覺的 有啊 你病啊 你什麼 可能就失掉了那個味覺 那個是很大的損失啊 那個味覺是很特別的東西啊 嗯 你知道酸啊 酸啊 酸有很多 很 這個 很多種 這個甜酸啊 鹹酸啊 都有的 很多種的 甜也是 這個 所有味道都不是甜酸 普辣 那麼簡單的 辣也有很多啊 是不是啊 有酸辣 有麻辣 是不是啊 你去那個火鍋 有麻辣 火鍋 這個石頭是個 很多 很多味覺的一種的創造 神呢 是創造了我們這個味覺 同時呢 他也會把味道給了我們 那個意思是什麼呢 萬有都是属於他的 包括我們 但是呢 所有萬有的属於他的東西 都是為我們來做的 是不是啊 你看那個食物裡面 都有很多種食物的 是不是啊 你可以做出很多種食物來的 那 當憑這個感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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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觀念 這樣的一件事情呢 我們也應該這個感人 萬有属於上帝 但上帝把萬有都為我們而做 真的 好好想想啊 比方說 神創造我們的身體 我們這個身體會成長 會成長 會吸收不同的營養 是不是啊 我們看營養師啊 看醫生啊 就說 你要吃這個水果 這個水果有維他命C 你要吃那個水果 那個水果有維他命D 為什麼要有ABCDE 為什麼要有ABCDE 食物裡面都有這種 ABCDE的維他命的 這個元素在裡面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身體 需要ABCDE 是不是啊 你們看到 所以這位榮耀的王 他所創造的世界 所有的屬於他 我們在領受的時候要感恩 同時 我們又為了他所創造的 都是為我的而感恩 我們不能夠了解上帝 但是我們最少在這個事情上 了解他的心理 我會說大家有沒有這種習慣啊 吃飯的時候要禱告啊 有沒有這個習慣啊 有些基督徒不禱告啊 是不是啊 有些基督徒 牧師來禱告啊 不是這樣的 每個人在吃東西之前 都應該有一個感恩的事情 Say Grace 不單單禱告 我們感恩 好這個是第一個地方 第二個地方呢 他把地建立在海上 安定在大水之上 這是教導他的能力 是不是啊 他把地建立在海上 安定在大水之上 有沒有想過這個形容是什麼意思呢 海 大水 是代表什麼 海跟大水是代表一種浮動的東西 是不是啊 是不穩定的 海跟大水有時候會把你淹沒的 海跟大水有時候會把你淹沒的 會很 很鬆 很鬆的 你抵達不了的 那一種的情況 而地在大海 這個大水之上啊 這個有某個程度上的危險 好像船到大水之上很危險 我們有時候生活上 都有這種不穩定的感覺 雖然我們是基督徒 但是我們生活在地上 我們常常都有種不穩的害怕 是不是啊 我也有啊 一種不穩定的 我是不應該有的 因為我經歷上帝的恩典很多 經歷祂的恩典很多 但是我卻實實在在的 我有一種地大地在大水之上 那種不穩定的感覺 但是這裡有兩個字 很重要的 第二句 安定在大水之上 它不是說安定在太喪之上 我們就說穩如太喪 是不是啊 我們行榮穩定的時候 是用穩如太喪來形容的 沒有人會用穩如在水上 穩如在大水上 沒有人是要形容的 因為這個不是我們的經驗 我們的經驗就是在大水之上就是不穩定 我們的生活就像在大水之上 我們的生活就像在大水之上 我們很少在太喪之上 是不是啊 這是每個人都要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有時候都 人真是很軟弱的 我不應該是不穩定的 我不應該是害怕的 但是我真的常常都有不安的感覺 我過了這個月了 這個月可以發薪水了 下個月了 下個月可以了 下個月再下個月了 每年啊 哎呀這個日子真難過啊 我最近才發覺一件事情 我的同工常常要我簽名的 支票要簽名 很多文件要簽名 我最近我發覺一件事情 原來同工所有的事情 他們所有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假如有什麼問題 最後都是我簽名的來承擔的 哎呀 想起來都有點怕 不單 不單這個 New York 因為 假設呢 那個情況呢 就是全世界 全世界好一點 他們都有董事會 全美國只有一個董事會 只有 就是說你 只有一個ID number 這個text ID number 假如所有那個報稅的那個稅單 我要簽名 所以呢 假如同工就不強實啊 假如同工的時候問題啦 那我就有問題了 想起來政治不穩定 沒有保障 健康也不穩定 每次你檢查完身體之後 我就希望醫生不要給我打電話 我打給他好了 你不要給我打電話 最好 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再戰戰進進啊 我們都是活水 都活在那個大水之上 我們並不是活在台山之上 這是事實 但是這句話呢 給我很大的幫助 給我很大的幫助 安定在大水之上 這個很好的一個應許 不是大水有什麼對於很同情 大水不會同情你的 世界的問題不會同情你的 人不會同情你的 環境不會同情你的 環境是很現實的 江湖是很現實的 是不是 人在江湖 江湖是很現實的 不是他們同情你 乃是榮耀的王 創造世界的安慰王 他使你 安定在大水之上 我讀到這裡的時候 我覺得平安好多了 因為不是我自己 想我 我大概可以很穩定 不是 是神 祂讓我安定在大水之上 所以怎麼樣去榮耀 那榮耀的王呢 信靠 單純的信靠 就是說在任何的壓力裡面 我們都能夠保持一個平靜安穩 默然依靠的信 所以榮耀神不一定唱歌唱得很大聲的 是不是 不一定的 榮耀上帝不一定要好的很多動作啊 跳舞啊 當然這個應該啊 假如你很興奮的時候 你可以跳舞的 假如你很興奮 你很感恩的時候 你可以唱歌的 但是 但是不一定 有時候你在這大水之中 這種波浪翻腾的時候 仍然能夠平靜安穩 那你就是在榮耀上 因為你尊重祂 你信靠 你信靠 這是榮耀上帝的一種生命 這是第二 前面 萬有屬於祂的 什麼叫榮耀上帝呢 感恩 興奮的感恩 默默的感恩 每次領受恩典的時候 都感恩 講出來 做見證 來感恩 這是榮耀神 好 我們來看另外第三節 誰能登榮耀上帝的山 誰能站在祂的聖所呢 就是守絕心情 不向虚亡 不向虚亡 他必蒙 启示 不懷诡詐的人 他必蒙 德國華的賜福 又蒙救他的神 使他誠意 第六節 這是尋求優華的族類 是尋求裡面的雅各 我一年讀了四節 這四節看起來 好像沒有關係 但是是非常重要的世界 我們通常都會明白第三節 第四節 對於第五、第六節 我們有時候不太明白 不過我們一同來思想就明白了 好 我們先來看第三節 誰能登榮耀的山 誰能站在祂的聖殿 他是不斷地問 誰 誰 誰能 誰能登榮耀的山 誰能站在祂的聖所 我以前讀這兩句聖經的時候 我會檢討 我誰可以去敬拜上帝呢 誰可以去領聖餐呢 誰可以去守聖餐呢 都有一些資格在裡面 好像師母師每次都會講 假如我沒有受死 不明白那個聖恩 你暫時不要領這個兵 跟悲 但是歡迎你在我們當中 這是誰可以領呢 都講到這個資格 都講到這個資格 但是呢 其實建理呢 當他問誰的時候 他不單單有一個提醒 他不單單有一個提醒 你要守絕心情 你不要像虛亡 你不要心懷鬼家裡 是不是 這個有這個提醒 但是當我們講到榮耀的王 這個題目的時候 他有另外一個意思 你面對一個榮耀的王 你要小心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你是誰 你要認識你自己 你要檢討你自己 因為你所面對的 是那位榮耀的王 人呢 最大的問題 是不認識自己 我們知道我們 手不截心不清還好 我們知道我們 就說我們知道我們不好 那還好 最大的問題 我們不好 我們卻不知道 我前幾天我學了一個社論 在最新一期的號角 是講美國人的選擇 因為今天很多人都關心那個投票 有時候 有些人會問我們的同工 哎呀 九孫你是九孫的同工 我們今年我們選舉 應該選那一位啊 Clinton啊 這個Hear Leary 還是那個Donald Trump啊 我們同工呢 通常都不回答 不回答 我覺得不應該回答 不過呢 我覺得我還是 假如有人問我呢 我會說 我不選 我選黨 兩個黨 他們的情況怎麼樣 對我們的信仰 有同情的 越接近 而不是他遵守 越接近我們的信仰的 我們就選哪一個 但是呢 我在寫那個社論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 美國人應該有第三個選擇 什麼第三個選擇呢 這個Hear Leary很難選 有人說 他是騙子 Donald Trump也很難選 有人說他是瘋子 所以呢 今年的大選呢 只能夠在騙子 以瘋子當中來選擇 這個很可憐啊 美國很可憐啊 那麼兩個大黨 大黨 這個共和黨跟民主黨 美國耗盡全世界最偉大的 最民主的 最好的 一個國家 但是兩黨 僅難 只能夠排出一個瘋子來 僅難 僅也難 能夠 只能夠排出一個騙子來 你說多可憐啊 這個悲哀啊 這個是非常悲哀的事情 悲哀是不單單我們選無可選 那個悲哀是為什麼會這樣 才是真正的悲哀 那究竟為什麼美國會弄成這個樣子呢 很簡單很簡單 這是他們沒有尊重拿榮耀的王 他們不知道自己的行為 其實是所有政黨的 為什麼不是說美國沒有人才 來是美國的人才 不願意加入到這兩個黨裡面去 因為這兩個黨只求政治正確 而不求道德正確 當然都是為利益出賣 就是一種的利益交易 政治就是交易 所以大家都不願意站進去 今天美國需要一個第三個選擇 第三個選擇是什麼呢 去敬畏上帝 選擇跪下來祷告 我的題目本來說跪下來祷告 這個社論的題目 跪倒美國人的選擇 不過那個主編就把跪倒兩個字拿掉 這是美國人的選擇 其實沒有那麼好的 跪倒這是最重要 這時候你不需要在上帝面前來跪下來 謙卑道告 美國才有希望 美國的問題在哪裡 我是引用了那個歧視路 他們每個人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是那種困苦、狹眼、貧窮 那種侵犯 他們的問題不講於困苦、狹眼等等 他的問題是假於不知道自己是困苦、貧窮、狹眼 不知道 所以我們怎麼樣來說敬畏、榮耀上帝呢? 第一件事情真的要好好的問 檢查我們的光景 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的光景 要知道 我們自己 誰能當優化的山 誰能站在他的身上 為我們教會 我們教會也要給此提醒 我們站在講台上的人 我們是 我們是 我們是